ICP 702 The Traders' Residence 商人居所 项目等级Eucaly 特殊种措施 ICP 702 被装在一个以普通包装材料填充的箱子中 这个箱子应被存放于一个由武装保安时刻看守的标准保险柜中 如果箱子被破坏 任何人员不得在未戴绝缘手套的情况下触摸该ICP 毁灭ICP 702的计划 由于ICP 702之一的未知效果 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容失效 被无限期推迟 描述 ICP 702是一个红色花瓶外形的未知工艺瓶 人类接触该花瓶后 一个实体称为ICP 702之一 将于花瓶中出现 并开始与接触ICP 702的个人交流 这种侦测方式似乎是用热量感应 当接触者通过薄且能导热的材料 与ICP 702接触时 ICP 702之一出现 而当接触者通过隔热材料与ICP 702接触时 ICP 702之一则不出现 ICP 702之一是一个以振动周围空气 来交流的智慧气态生物 由于ICP 702之一对试图靠近 与其进行物理接触的人员的暴力反应 尚未成功从其身上获得样本 在出现后 ICP 702之一与接触ICP 702的人员问号 并尝试说服该人员给他一个礼物 如果该人员拒绝 ICP 702之一 并从尸体上取走一个物品 或取走一部分的尸体 有一些物品会被ICP 702之一拒绝 因为其声称已经有一个了 并且要求一个新礼物 并归还给出的物品 如果ICP 702之一接受被给出的礼物 它会在给出一个大致等值于给出物品的物体后消失 成功于ICP 702交易的记录参见实验 702之001至702之004 附录实验记录702之001 低检原第5567被给予之骚尖的提向德罗加二号铅笔 所以我就摸它 没错 第5567 你把东西准备好了 对吧 没错 不过这就是个破铅笔 我还没看出来我要用它做什么 别担心就碰一下那个花瓶就好 哦 好 不然是什么 欢迎 刘兄长 我猜你想来教你什么 我 铅笔 你是蠢货 是的 先生 这 这给你 谢谢 六七束缺者 这是你的东西 这种 一个橡皮扎 非常好 第5567 现在开始回报 时间记录702之002 低检原第1699被给予一个 外形的水晶雕塑 此雕塑来自精神病房中的一个病人 第1699 开始 和他说话 你在浪费我的时间 我们不交易了 我们不交易了 低检原第1699被ICP702-1杀死 雕塑回收 实验记录702-003 低检原第1010被给予一个外形的水晶雕塑 此雕塑 此雕塑来自精神病房中的一个病人 去吧 1010 我们不能把一整天的时间都花在这里 不 他会做什么 你要先告诉我 博士 对象第1010 我提醒你 不服从命令将导致你立刻被基金会安保员处决 我 我明白了 又是 我太喜欢存在我的新树藏品了 竟然是树藏品 我不想死 我就很短的时间 但你只在浪费它 别想要作业 还去捕 小 你要去破雕像 SCP-702-1 看起来正在观察这个雕塑 并发出嗡嗡声 哇 非常 有趣 这是我的回应 一个 好重 1010 现在开始汇报 SCP-702-1 给出一个装有2.8公斤不明液体的瓶子 瓶子看起来是由玻璃组成的 液体看上去很清澈 但是我不打算打开盖子去闻气味 这个瓶子将被送到实验室进行化学分析 实验记录702-004 第一线原D8133被给予一个专有SCP-158样本的小瓶 我就摸一下这个瓶子 然后可以的话就把我手上这个给掉 没错 D8133 以后请认真听任务说明 好啦博士 别那么紧张 继续实验D8133 我靠 写入本区 没有死人了 因为经常把我带来吃瓶子的所有 我的消息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 就给你 然后呢我走 NCP-702-1发出嗡嗡声 和在702-003中的声音一样 哦我不能掉 这东西很优移 那我出不起什么家 立案 然后 呃我可以走了 没错 D检人员D8133 现在前往汇报室 另外做得好 附录 对NCP-702的进一步实验 参与实验记录702 实验记录702-001 研究者姓名 博士 互动人员D5567 交易物品 提康德罗加二号铅笔 收到物品 橡皮擦 备注 5 实验记录702-002 研究者姓名 博士 互动人员D1699 交易物品 水晶雕塑 收到物品 5 被注 D1699被SCP-702-01杀死 未能完成交易 实验记录702-003 研究者姓名 博士 互动人员D1010 交易物品 水晶雕塑 收到物品 2.8公斤不明一体 被注 5 实验记录702-004 研究者姓名 博士 互动人员D8133 交易物品 SCP-158样本 收到物品 5 被注 SCP-702-01拒绝与D8133交易 并立刻停止交流 实验记录702-005 研究者姓名 博士 互动人员D9134 交易物品 玻璃弹珠 收到物品 1英尺长的火把 收到的时候是点燃的 被注 在完成交易前 SCP-702-01发出了超过4分钟的嗡嗡声 实验记录 702-006 研究者姓名 Chesnell教授 互动人员D12004 互动人员D12004 交易物品 1952年版大英百科全书 收到物品 1930年至不顾鸟中 被注 5 实验记录702-007 研究者姓名 Chesnell教授 互动人员D12004 交易物品 一套4个的廉价塑胶杯 收到物品 交易被拒绝 交流停止 备注 702-01 已经有不少杯子了 平和地停止了交流 实验记录702-008 研究者姓名 Chesnell教授 互动人员D8090 交易物品 一双 海跑鞋 收到物品 一个90年代末的电动游戏 的游戏手册 被注 这 真是完全没想到 实验记录702-009 研究者姓名 Chesnell教授 互动人员D8090 交易物品 由ICP0671画出的 博树轮廓的精确复制品 收到物品 1975年产的私质领带 被注 5 实验记录702-010 研究者姓名 Zara博士 互动人员D8090 交易物品 一瓶400毫升的Gekaken排清酒 以提醒ICP702-01不是瓶子 收到物品 三磅零散的一家公螃蟹 被注 瓶子被留下 ICP702-01 看起来并没有觉得这个请求不寻常或者有问题 实验记录702-01 研究者姓名 Zara博士 互动人员D8090 交易物品 兔毛外套 收到物品 一准人皮 应该是属于一个高家所义成年男性 被注 该死 D8090太配合了 实验记录702-01-2 研究者姓名 Bridge博士 互动人员 互动人员 D1123 交易物品 SCP-682 被装起来 作为一个交易物 给予SCP-702-01 702-01在拿走它之前 考虑了约13分钟 留下的交易物 为一个金属笼子 里面装了一只红领绿鹦鹉的标本 在16小时后 SCP-682在交易发生的地点被退还回来 没有装在收容箱里 SCP-702-01不愿意透露关于此次事件的资讯 在重新进行收容时 检测了SCP-682版出物 发现了来自许多不同异常物品的碎片 包括 鹦鹉标本目前被保管在Quarter博士的办公室内 以上就是SCP-702 简单说SCP-702是一个红色花瓶状的物体 当人类接触后 一个气体生物 SCP-702-01会出现 要求一个礼物 如果拒绝的话就会被杀死 给它物品之后 它会给出一个等值的东西做交换 SCP-158是一个可以把生物灵魂抽走的机械手臂 所以技术中被拿来交易的其实就是生物的灵魂 SCP-067是一只会自动写作画画的钢笔 主角系列中基金会想把SCP-682交易给SCP-702-01 但可能因为造成大量的破坏 所以被SCP-702-01退还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算不喜欢吧 希望做什么SCP和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